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 2023年12月17日 周一凌晨 德甲第15轮有好戏上演 丽华古讯将坐镇主场迎战法兰克福 虽然药场接二轮都打合 但是他们是本赛季至今 德甲唯一一支未尝败季的球队 面对经济客场表现麻麻的雄鹰 坐拥低利的丽华古讯此番迎面值得成仙 另外I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丽华古讯本赛季至今联赛表现无可挑剔 球队14轮下来取得11胜三合的不败战绩 以36分位于德甲榜首领先第二名的败人4分 并且药场经济 主场状态相当不足 球队主场6胜一合之余 平均入球还达到3.14个 可见丽华古讯主场进攻之强劲 阵中前锋邦尼费斯与攻击手科利安维特斯的表现值得称赞 前者本赛季得甲攻入8球并贡献6次助攻 后者经济卫药场出战21场各项赛事 并直接参与17个进球 两员大将的出色发挥 是丽华古讯本赛季进攻强劲的关键 除此之外 药场过去4次主场 迎战雄鹰全胜 球员心理层面占优 面对手下败将法兰克福 坐拥低利的利华古讯 示意值得看高一线 阵容方面 后卫艾克亚奥古斯图 阴伤眷勤 相比如日中天的利华古讯 法兰克福上轮主场 大胜败人慕尼黑 已经是雄鹰近期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 法兰克福近6场各项赛事输了5场 球队明显受到多线作战的影响 分身乏术 导致他们联赛 欧协联 德国杯的表现都不甚理想 值得一提的是 雄鹰过去两次各项赛事 做客都颗粒无收 球队异地作战进攻疲软无力 更糟糕的是 本场比赛主力前锋奥马马莫书 因累计5张黄牌而进赛 此次经济联赛 为球队攻入7球 埃及人的缺阵让 法兰克福进攻端 损失一员大将 只留下安斯加纽奥夫 艾夫扎爱比等人苦苦支撑 再加上他们经济得假平庸的客场表现 面对领头羊利华古逊 法兰克福此行凶多吉少 阵容方面 还有中场斯巴斯坦洛迪 与爱耶斯史基尼商榷 感谢您的收听 精彩赛事 近赛M直播 请不吝点赛M直播